字幕志愿者 李居明 樂天之名,李居明 我是李居明,我的拍檔林妓 你好,師父,你好,大家好 林妓,你見身後我也有很多事要問 今天你快點問我多些事 我真的有很多事要問 我是个女人 故事就会很关心 跟女人有关的风水 这就是我们的坤 坤就是代表太太 我知道你是一个年轻的太太 嫁得也很好 老公也疼你 但是我没有真正去你家看过 或者没有什么研究你 但是事实我们的确在中国的古文化里面 有整套的学问 是怎样可以令到家里面的太太 是特别幸福的 是你见到我闭闭眼了 是 试起对耳朵听 是 其实在易经里面就有一个叫坤 是 坤其实是代表家里的西南边 如果我们拿一个指南针 或者拿一个手机 现在甚至手机 很方便 都很准 在你的房间那个床那里 一摆在那里的时间 一看西南方在哪里 其实那个位置其实就是代表你的了 是 在那个位置里面 如果摆一个很年轻的美女在那里 你以为对你好正不好呢 是不是可以好像她那么漂亮呢 未必 是代表你已经见到婚的说话 你突然间在那个位置那里 是摆了一个美女 而那个美女不是你 是 是代表你老公会多一个美女 那样的 那么严重啊 所以一般来说 家里面其实我们摆一些美人 或者一些公仔在那里 其实是间接是会增望了这个困卦里面 是会多了一个美女在那里 那真的要很小心 不要随便买 所以一般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 是不是很喜欢在家里面呢 是摆一张漂亮的女人画 除非那个就是那个女的主人的年轻时候的照片 那所以原来在我们中国古文化里面一直下来呢 是很重视在家里面呢 是摆一张全家福的 那全家福里面包括了 除了有父亲有母亲 也就是他们所谓的结婚照之外 如果他们生了BB之后 其实每一年都能够换一张新的全家福 是通常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加持力来的 但是因为现在已经有了电脑 有了互联网 又有了手机 现在我们已经很少会晒一张照片在家里 其实换句话来说 是增加了夫妻之间的拗叫 还有是没有一种和合的密码在家里 是 我想问一下师傅 其实我都很喜欢照片的 我喜欢拍照又喜欢晒的照片 都会摆很多照片在家里 是 有时候去一些不同的场合 一些聚会都会有一些大合照 除了有自己一家人之外 中间可能都会有几个比较近的朋友 姐妹 那是否OK呢 通常我们不喜欢 比如说拍一张照片 是里面突然多了一个美女在旁边的时间 其实如果我们出去放大摆在家里 那张照片我们都不喜欢 那便认为会多了一个第三者 那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些呢 原因是因为 现在的社会里面和以前 近几年特别是不同了 家里面是多了这些分辨事件 其实讲到这个昆卦 其实大家有几样东西要留意了 第一样东西在古代 一般来说就叫琴室和谐 在古代通常都会放一个琴 或者挂之销 是代表夫妻恩爱的 这个是代表琴室和谐 在现代社会里面 就没有人会放一个古增在家里 少一点 但是因为那个女儿或者个儿子 是开始长大 他们要喝一个乐器 很多时候都会放一个钢琴在家里 如果你的子女喜欢弹没问题 天天弹得很好听 那父母就琴室和谐了 但是有些小朋友 他玩了三个月 他就不想玩了 是 三个钟意到 但是那个琴又没有拿走 于是慢慢又再没有找 调琴的师傅来调一下那个琴 那个琴慢什么就变音了 那个琴一变音的时间 其实是代表琴室不和谐了 所以其实一个没有教好音的钢琴 其实是会损害家里面 夫妻的感情 原来是暗藏一个这么大的陷阱 所以这个陷阱其实是普遍 在近这十年二十年 在香港或者在内地的社会 是产生很多分辨 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一个 没有再弹的钢琴 而引发出来的一个效应 就是被冷落了 是的 连带着夫妻关系都可能是像这样 因为古代琴室和谐的意思 就是说那个琴 另外那个和字或者那个合字 是中国古代很重视的两个名字 为什么我们过年的时间 每个人都有一个全盒呢 这个全盒其实就是代表和合的意思 但是近这十年八年 我们过年家里又没有了这个全盒了 那就是说大家那种和合的那种感觉 又没有受到加持了 那另外由于这个电脑现在流行 大家都知道 很多时候家人个个就摸着电脑 连吃饭都摸着电脑 是低着头那样吃的 中国古文化里面是很重视 晚上一起要吃一顿饭 还要在圆桌上吃 这个是代表圆满 也是代表着大家很和谐的意思 但是现在我们慢慢将中国这个古文化忘记了 第一晚上再没有一家人一起吃一顿饭 儿子就在房间里面按着电脑 女儿就在房间里面按着电脑 爸爸还没下班 爸爸还没下班 以前不是一定要等爸爸回来 然后一起吃一顿饭 这顿饭就是一个和合的饭 那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没有了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推行 每一晚都能够一起和谐地和合地 一起吃一顿饭 而且不要再在你的房间里面夹开吃 那这个就是代表着和谐 也是昆挂里面 是使到这个主腹幸福的一个大的原动力 那这张桌为什么要圆呢 这个圆的意思是代表不会打架的 因为在古代里面来说 四个角大家各自一方 打一块的 就是四方成 四方成不是你死我活的了 所以这个四方桌或者长方形的桌 都是代表大家要斗争或者要争斗 但是一张圆桌 就是代表大家和谐地圆却会议 是能够谈谈或者是代表一个和谐 还有一点就是古代打仗的时候 一定有个谷 谷一定是圆形 圆形是代表名气 那所以在家里面有一张圆形的桌 是代表家人是可以会得到有名气 那这个如果摆在西南方 就是代表妈妈会有名气 摆在西北方就是代表爸爸有名气 摆在东方就代表大子有名气 摆在东南方就代表女儿有名气 但无论如何也好都是代表名气 那在近二十多三十年 香港人就很多移民去别的地方 那我都曾经是想移民过去加拿大 那去到加拿大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们很多屋 是一个厨房 其实是只有一个做 但是因为那些是西方做 于是他们喜欢炒中国菜 于是在隔离房间间了 那个厨房仔 是多做一个中国做 是出问题了 为什么 原来在中国古文化里面 是认为造是代表主妇 那这个造代表主妇 所以中国古代是不喜欢 一进门口就见到锤房 接着见到锤房里面的造 因为这样代表他的太太 是会被外奸的人去窥视 那你想想太太是一个 应该是很尊贵很秘密的东西 怎么可以被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装到他呢 所以中国的古文化里面 是不喜欢锤房 是可以在外面的大门是看到的 更加不可以看到那个造 是 而那个造呢 如果有两个造 那代表有什么情况发生 就是有两个主妇 是的 那就是说你去到加拿大移民的时间 竟然锤房里面有两个造 一个是鬼佬造 西方造 是 一个是中国造 就是东方的 那就是说在这个老公里面 就是在外国有个太太 在中国有个太太 那便于是产生了这个叫做尔拉事件 是的 曾经何时 就是太空人事件 经常都会发生这些这样的婚姻的悲剧 中国古文化里面就是说 不要在家里面有两个造 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弄了两个造 譬如说我们有一个造在这里 但是造的后面呢 就用一个反光纸 或者一个铝片 是很普遍的 黏在那里 那一看的时间 一个造竟然好像一块镜那样 变成两个造了 那也是会吹望着 在这个家里面有两个困卦 也就是说两个的主妇 那这些东西呢 当然我们看下来觉得 是不是那么有趣那么圆妙 那在我们中国古文化里面 对于困卦呢 就有这个那么严格的要求 就是说一屋不能有二造 那这句说话很值得我们研究了 那太太当然很多时候呢 平时呢就是 喜欢譬如说买一下股票啊 投资一下那样 那很自然呢 都在那里问了 是 怎样可以令到 他们的投资能够获利 或者为什么他们投资 是会不见钱呢 是 这个我很想知道 是的 但师傅你曾经讲过 就是如果是男主人呢 就是一个钱挂在西北方放财箱 那我们可不可以照板煮碗 又在西南方里面放财箱 譬如说我们很想买多些楼 放些砖头在那个财箱里面 可以吗 砖头就不好了 不如放个手饰箱 是 那所以呢就是 林妓 是 你今晚呢就在你的房那里 那里拿一个指南针 或者手机 是 看看西南方在哪里 是 在那个位置那里 买一个漂亮的手饰箱 放在那里呢 或者甚至在那个位置 放一个甲板呢 就代表着你的先生呢 是会给你钱 又是代表你会聚财了 是 但是如果你在家里面 你的房间 或者一个大厅的西南方 也就是代表你的位置 是有一个窗 或者有一个大门呢 那就代表你破财了 因为那些窗 或者门一打开的时间呢 就是代表你会蝕财的 是 而且是代表你经常走出去 而不会乱家 是 不喜欢家 是 他喜欢购买的 那这个是大问题 是 所以记住一个破财的太太 是通常她家里 有一个西南方的窗 或者西南方的门 那就是代表他们破财 那大家要马上去检查出来 看看可不可以为自己招来财富 那所有的太太记住了 马上在自己的房间的西南方 摆个财箱 或者摆个首饰箱 那就为自己招来财富的了